华联一名71岁的周姓富人涉嫌开设多家虚设公司 卖出超过11亿的假发票 并且在当地收购600多名人头讨漏税 没想到遭查获后 富人竟转移民价超过一元的不动产 以没钱为由拒绞罚款 期间还放高利贷并以凶恶的手段讨债 16号遭法院获准执行管收三个月 并且仍需要偿还之前积欠的税务 以及未交的罚款 画面中证明高龄71岁的周姓富人不是别人 就是花莲近年来遭猎馆的潜水大户 周姓富人从2000年开始开设十几家许社的保险代理人公司 陆续贩售超过11亿元面额的不时发票 从中抽取佣金不法获利 还在当地收购多达668位人头 制作不时薪资 利用各种手段讨漏税 周姓义务人他是会计保险出身 他在89年间成立了十几家的虚设的保险代理人公司 他是致欠90年 93年 还有96年的综合所的税和发还 上欠金额高达3860万元 急欠发还税务高达3000多万 但是富人的歪脑筋还没完 马上把名下17笔超过一元的不动产转到家人名下 并将超过2000万元的现金全数提领 再谎称自己靠年金度日没钱缴罚款 实际上却在暗地里放高利贷收取高额利息 放款金额高达300多万 还是用凶狠的手段讨债 我们分属总共传讯他21次 和科之后他陆续有提一些行政救济 一直等到他大概行政救济都已经确定告一个段落了 屡次的督促他缴纳还是不处理 我们才依法申请管收 最终富人遭管收三个月获准 同时该清偿的3000万罚还 以及基欠的税务同样一毛也少不了 记者综合报道